今天我要來分享一本提高生產力的新書 叫做上限時間管理書 你可能會翻白眼啊 啊又來了 講時間管理的書還不夠多嗎 那這本書跟David Allen的GTD Cal Newport的Deep Work有什麼不一樣啊 欸我很高興你問了 因為作者Laura Mae Martin的來頭可不小 他在Google的職位叫做 Executive Productivity Advisor 這是專門為他創的一個title 超酷的 顧名思義 就是擔任Google裡面總自備的老闆們的顧問 幫他們重整被會議塞滿的行事曆 還有教他們如何拯救已經失控的email收進夾等等 而這本書鉅細靡遺的 把它交給Google老闆們的生產力系統給分享出來 所以科技媒體的Verge 也把這本書稱為Google人的 Getting Things Done Go away吧 之前我在頻道中分享了許多增加工作效率 提高專注力的方法 像是888工作法 數位斷捨立等等 很多觀眾說啊 這些方法只用在我們這種個人工作者身上 對他們這種時間不是自己的社出來說 一點用都沒有 相信我 這本書就是為你們寫的 這是我讀過針對疫情之後的混合辦公模式 寫的最全面也最實用的時間管理書 讀完並且實際運用後 一定可以幫助你在維持身心健康的前提下 在有限的時間完成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 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嘿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修修 這個頻道會跟大家分享科學的方法與工具 來幫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在接受書中的方法前 還是要先來簡單介紹一下作者 Martin是2010年進入Google的 他當時擔任的是AdWords的業務 工作就是開發並且維護在Google下關鍵字廣告的這些客人 最多曾經要同時維護50多個客戶 一開始他也是被搞得焦頭爛額 後來他覺得這樣不行 於是開始研究如何有效率的處理email 安排固定的時間 批次處理事情 並且把工作流程給順好 同事們很好奇 他怎麼能夠把這麼多客戶照顧得這麼好 而且都還能準時上下班 於是他就開始分享自己的秘訣 後來他發現他的方法真的幫到許多人 於是他開始利用在Google著名的那個20%的時間 用來創造Productivity at Google這個計劃 在公司內部開課 並且跟負責Google Workspace的同事合作 幫助他們改善產品 他也開始進行一份有1.3的Google人 訂閱的生產力電子報 後來他越做越大 於是公司認為 如果他能夠幫主管們提升工作效率的話 那對公司的貢獻絕對遠大於去跑業務 所以就把他拉到執行長辦公司來 成為高階主管的生產力教練 他也在Google Workspace這個YouTube頻道錄了許多教學影片 我在做這集節目的時候 就一邊看一邊學到不少 深深覺得 如果以前就知道這些PayPal 一定可以幫我提高不少的生產力 尤其是影片最後會分享的Email洗衣法 我已經學起來 準備應用到目前逐漸失控的Email Inbox 這本書的架構也深得我心了 他先把生產力是什麼以及不是什麼定義清楚 接下來就 該做的是什麼時候做 在哪裡做這個生產力的三大基本要素 分章闡述 最後他也在如何做好 以及如何在蠟燭N頭燒的情況下 把人生過好這兩個部分 把他在這十幾年輔導過這麼多Google主管的經驗 全部分享出來 先讓大家看一下他的一周形勢力 你會不會覺得 這看起來也太Chill了吧 他的工作時間就是普通的朝九晚五 星期五下午4點過後甚至不排事情 他到底怎麼完成這麼多事情的 而且下班之後還要照顧3個不到4歲的小孩 甚至堅持每天做飯給他們吃 這個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主題是什麼 那些威力時刻又是什麼東西 不同清單裡面又寫的啥 我接下來就會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 並且附上我自己的做法來給大家參考 首先我們就要來定義什麼叫做 Productivity 生產力 作者對生產力有個相當明確的定義 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 明確定義出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 要播出適當的時間 在適當的地方工作 第三 在設定的期間內落實計畫 如果這些想做的事都符合自己的願景 實時讓自己的意圖跟行動相匹配 並且能夠在身心健康的狀態下 長久的執行下去 那就是一個有生產力的人生 舉例來說 你本來預定今天早上要花2個小時 來製作下週要上台演講的投影片 結果看到email信箱傳來客戶的大訂單 你就先把投影片的事情放著 趕緊把訂單處理好 並且賺錢重要嘛 這樣算有生產力嗎? 不算喔 因為你的意圖是做投影片 但你卻先去處理email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你這個週末說好要陪孩子 去動物園玩3小時 結果你人雖然在孩子身邊 但是腦子裡面想的卻是工作的事 甚至還拿起手機回了很多工作的訊息 這樣有生產力嗎? 還是不算 不但你的行動跟意圖不匹配 甚至還違背了你想當個好媽媽或好爸爸的願景 傳統的觀念會認為這種行為很有生產力 因為他們把握了每分每秒完成工作上的任務 但作者說 這個只是瞎忙 有的人甚至還會把過勞當成勳章 在社群媒體上洋洋灑灑列出光 看到就令人喘不過氣的行程 殊不知這些都是過時的做法 常常會適得其反 如果把上限時間該做的工作 拿到原本用來充電紓壓的離線時間來做 不但工作的品質不會好 長久下去還會降低工作動力創造力 最終還可能失掉身心的健康 走向過勞 作者Martin在書的一開始也舉了自己的例子 他最近在某個週末 邊吃爆米花邊追了10個小時的聚 下午只小睡了半小時 而這是他人生最有生產力的日子之一 因為他原定的計劃就是這樣 而他相當精準的完成了 安排週末要躺平耍廢 那就躺好躺滿才算是有生產力 他在書中也把想要做的事情 從一開始冒出來 到最後又完成了這整個過程 定義出了5個步驟 叫做生產力5C 這正好相當符合我現在的影片製作流程 我來介紹給大家 我們人生都有許多的願景想要達成 小到學習一個新語言 大到建立一個事業 作者將達到這些願景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稱之大腦中開放的回圈 就算你的願景很清晰 也列出了該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沒有執行力 那這些回圈可能就只會開了個頭 永遠沒辦法閉合起來 除了不斷增加自己的壓力以外 這些願景也只能淪為空想 這個生產力5C的循環 分別是 放鬆 創造 採集 整合跟完結 這個循環是可以深深不息 一直質詢下去的 就我現在的工作來舉例 我的放鬆時間就是出門跑步 我常常可以在過程中發想 創造出一個影片的主題 回到座位上後 我會把這些點子在NOTION上面開一個頁面 然後在網路上以及書中 採集跟主題相關的資料 丟到這個NOTION的頁面 等到資料蒐集的差不多了 我就會開始整合 把我想傳達的內容有條理的寫出來 並且拍成影片請夥伴進行剪輯 將影片上傳到頻道之後 就完結了這個回圈 這時候我會好好放鬆一下 而下一個主題 就會一直源源不絕地冒出來 經典電影大亨遊戲裡面 Alex Baldwin那一句經典的台詞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弄清楚生產力 執行力 以及生產力5C的定義後 接下來就要開始介紹 要如何找到 並且規劃符合願景該做的事情 我們每個現代人都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 也想要達到自己為每個角色設下的願景 以我當例子 身為一個創業者 我在工作上有許多要完成的任務 舉凡內容創造 產品開發 商案結洽等等 而身為家庭跟社群的一份子 我有很多想要做到的事 像是一個月 帶學家出去玩一次 定期跟朋友聚會等等 而身為自己身心的主宰 我也要顧好身體跟心理健康 才能走得長遠嗎? 仔細想想 我們真的有太多事情得做 就好像我好朋友Eva說的 我們每個人都好像同時拿好幾個水晶球在砸耍 一不小心就會摔破其中一個 那要怎麼精煉出真正重要的水晶球呢? 我歸納了兩個步驟 第一 用OKR列出優先事項 作者說他問他輔導的對象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說 你的三大優先事項是什麼 一個真正的高校工作者 一定會很清楚這三件事情是什麼 並且嚴格的檢視自己每天做的事 是否與之對齊 我這裡同樣以自己當例子 我是採用OKR來做優先事項的計畫 話說回來這本書都沒有講到OKR 也不知道Google是不是還在用 知道了幫我留言一下 我在每年底做隔年的年度計畫的時候 會先制定一個主題 我去年設定2024年是變現的一年 又本快吃土了 在OKR的Objective我設定了四大支柱 分別是工作跟專業 家人跟朋友 身心靈健康 還有玩這四塊 玩是今年才加進來的 是從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這本書中學到的 這四大支柱都有個大正方針 像是工作跟專業方面 我把兩張證照 以及即將推出的付費社群 以及線上課程列上去 家人朋友方面 我希望一個月至少有一次的家庭旅行 跟朋友的聚會 身心靈健康 就是我平常在做的訓練 冥想等等 最後我真的好想要玩太妻重製版 女兒都四歲了 重生都出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玩過重製版 是像話嗎 啊冷靜冷靜 整年的四大支柱訂出來後 我每一季會設定 每個支柱的Quartly Key Results 這個是比Objective更細的執行事項 重點是一定要可以衡量的 像我的工作跟專業方面 有包括每週上傳一集長影片 每週記憶封電子報等等 其他支柱也有其各自的關鍵成果 至於要怎麼設 大家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 超強力推薦 而我的週計畫 就必須跟KR一致 這樣就能夠確保 我每天的時間 都能夠花在推動年度目標上 至於週計畫要怎麼做 大家可以去參考 我之前講生產力系統那個節目 我自己這套基於OKR的系統 其實就跟作者書中講的 三大優先事項 以及它的清單漏斗系統 精神是一樣的 它的清單就是有個首要清單 把所有想做的事情全部列出來 然後再把它沉澱到 每週跟每日要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挑適合自己的來用 第二 學習如何說不 這個對創業者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很多時候 我們是清楚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哪些 但隨著世界慢慢經營起來之後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邀約湧進來 辨別哪些是能夠幫助自己前進 哪些是會讓自己分心的邀約 是相當重要的 目前我採取的是Derek Severs HELL YEAH OH NO 的法則 加上我會問自己 如果這個邀約是發生在明天的話 我會不會去 如果會的話我才答應了 其他的一律拒絕 但是拒絕也是要有同理心 如果是收到那種 一看就知道沒有誠意的信 就用自私的回應拒絕就好 那如果是比較用心的 我就會解釋說 目前我為什麼無法接受邀約 並且推薦我覺得合適的人選 作者有個比喻很傳神 如果有人跟你要錢 你會不會講說 好這是我的帳號跟密碼 你要拿多少錢都可以 當然不會嘛 何況是比錢更寶貴上百倍的時間呢 但是在工作上班的打工仔 可能就沒辦法這麼任性了 作者也在書中舉出了 許多不失禮的設定邊界 以及拒絕的方法 我覺得都相當的實用 大家可以挑幾招來用 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列出來 排除掉不重要的事情之後 接下來就是安排時間來執行了 而這學問可大了 之前我分享我的888工作法的時候有講到 早上起床之後的8小時 是我的黃金工作時段 我會在完成Morning routine之後 拿來執行1-2個90分鐘的高專注UFO 通常我會拿來寫文章 或者是研讀書本及論文 其餘的時間會拿來做一些 只需要中等專注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像是上網看一下Seminar 並且做筆記等等 目標是一天有達到8-10個創作番茄 裡面包含2個UFO 對我來說就是相當高生產的一天了 下午2-3點開始的青銅工作時間 我就會拿來做一些輕度的工作 像是翻翻出版社寄來的書 或者是回Email 要不然就是趁腦袋比較發散的時候 胡思亂想一般 而作者提出了Power Hour 威力時刻的概念 我覺得相當棒 他說每個人最能夠集中精神的時間點不一樣 就跟睡眠習慣一樣 有分早睡早起的早鳥型 以及晚睡晚起的夜貓型 他自己就是中午前比較能集中精神的早鳥 而他老公是晚上會興致勃勃跟他 討論財務問題的夜貓 重點是每個人都要找出自己最有精神 專注力最高的威力時刻 把他分配給最需要專注用腦的任務 以作者來說 他定的威力時刻是週二跟週五的上午 除此之外 星期一到星期五 人們的精神狀態也有波動 他就發現週四早上人們普遍叫沒有精神 可能是一週被摧殘的三天有點累了 離週末又還早 所以能量就會比較低 於是他就把禮拜四上午安排低耗能的事物 我覺得他有個做法也相當聰明 他會給週一到週五都定個主題 像是星期一就是開會跟one on one的人資管理日 以及週二專門要幫老闆上課的教練課程日等等 因為人是習慣的動物 這些規律一建立下來之後 我們進入狀況要花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我現在的週一就設成團隊對焦跟進度追蹤日 週二跟週三就是閉關研究趕稿日 週四是放鬆閱讀日 而週五就會來處理商案或者跟外部開會 除了這些拿來真正執行任務的時間以外 也要確保每一天都有一個時段 是來調整舊任務的進度 或者安排新任務的時間 作者稱之為 Points of Control 控制點 他把控制點放在一天的最後 這個也跟我一樣 有時候當天預計要做的事情沒做完 我就會在電腦關機前安排一個新的時間來做 這樣隔天早上執行morning routine的時候 看一下就知道今天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作者舉了想成功 先吃了那隻青蛙 這本暢銷書裡面說到的 花10-12分鐘規劃一天的時間 可以幫你省下最多2小時的時間 這投資報酬率實在太高了 除了找對時間做對的事情以外 在對的地點工作 也可以讓你更有效率哦 作者指出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規律的工作地點以下多了起來 目前有許多公司都提供了在家工作的選項 把更多工作的時間 跟地點的自主權交在員工手上 但這也意味著 我們必須要在公司外另外找一個地點 能夠讓我們盡快的進入工作狀態 作者提出了 人類會有情境依賴的現象 為什麼我們每天進到同一個辦公地點 總是馬上能夠進入工作狀態呢 那是因為在你開電腦前其他許多條件 已經陸續發生或就緒了 做同樣的捷運 在同一間便利商店買同樣的咖啡 進到同樣的辦公室 然後在同樣的辦公桌座下 看到同樣的佈置 然後開始工作 大腦就會把這些所有的線索 跟工作連結在一起 所以當我們在家工作的時候 也可以找幾個工作熱點出來 像我大部分的中高專注的工作 就是在你現在看到的地方完成 我會有這個計時器 來幫助我進入專注狀態 而我做比較低專注工作的時候 像是翻本書啊 就會到客店去 然後配個牛奶吃個小點心 書中還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非工作熱點也相當的重要 像是臥室 就該被視為不可被工作入侵的神聖地點 我自己是絕對不會把筆電或手機帶進去的 到這邊生產力的三大要素已經講完了 我覺得如果能夠完全掌握的話 你的生產力應該可以比其他人高上許多了 書中也講了如何克服拖延症啊 如何正確開會啊以及早晨冥想等等的方法 來進一步增加我們的工作效率 大家有興趣可以把書找來看看 也可以參考我之前在頻道中分享的內容 其實我也講的蠻詳細的 最後我再分享一個我從書中學到 相見恨晚的email處理策略 以及我剛開始執行的週末安息日 相信一定可以再幫你把生產力撐到極致 作者說根據研究顯示 人們在工作日大概每小時查看email11次 而且多數的時間並沒有實質去處理這些mail 就只是看看而已啊 這不但會讓我們分心 還會讓大腦處於持續性的焦慮 所以除了關掉收到email的通知 以及安排特定的時間處理email以外 有三點可以增加處理email的效率 第一 移除沒必要看到的email 作者說人們常常會把未讀郵件的數量 當成是一種榮譽的象徵 會嗎 他的輔導對象常常會有上千封未讀的email 這代表他們收到了很多 不需要出現在收件夾的信件 而只要信件出現在你的收件夾裡面 無論你是否開啟它 那個粗體字就會讓你的大腦誤以為 必須要處理些什麼 所以第一個步驟的重點 就是從收件夾把所有不需要的email給清掉 甚至在email程式中開創 郵件篩選器或者規則 使不需要的email永遠不會進到你的inbox裡面 我們常常會因為買個東西 就不小心訂閱了太多的推銷電子報 我的樂趣就是在空閒時間 一封一封把他們取消訂閱 有時候一些比較老舊的系統沒有取消訂閱按鈕 我還會追到會員後台去取消 甚至打電話過去請他們幫我關掉 第二 凸顯確實必須要看到的郵件 你的老闆或是最大的客戶寄的email 重要性一定高於其他的對碼 只要創立一個標籤 標上顯著的顏色 並且在Gmail的過濾規則中做好設定 這樣他們一記性過來 就會自動加上對應的標籤跟顏色 第三 像整理帶起衣物那樣分類你的email 這是作者的大絕招 也是他在Google開的 最受歡迎的招牌過程中裡面教的 想像一下使用家裡的烘衣機 最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把濕的衣服丟進去烘乾 然後過一段時間之後 去把乾的衣服全部拿出來 折好收起來 很簡單對吧 對待email就是要這樣做 但我們常常會做一些很浪費時間跟精力的動作 像是把看過的email標記成未讀 這就是好像把濕衣服扔進一堆乾衣服裡面 然後收件夾沒有歸零 就好像烘衣機從來沒有清空 然後一天看email至少15次 卻不清理收件夾 就好像一天反反覆覆看著滿滿的烘衣機 提醒自己裡面有一大堆沒處理的混亂遺物 所以作者強調 每一封email最多只要經手兩次 第一次就是把它從inbox抓出來 用標籤分類成respond read 還有review 這三種 就好像把衣服全部從烘衣機拿出來 分到三個籃子一樣 respond籃子裡面的信是要花時間回的 像是老闆讓你回報某件事情的進度這些 read裡面只要閱讀就好 不用回 像是你訂閱的新聞 或是我的電子報 review裡面的信沒辦法馬上回 可能是在等其他人的確認等等 分類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在特定的時間來處理 該回的回該讀的讀 處理完之後就可以把標籤拿掉 歸檔起來 就好像把衣服從籃子裡面拿出來 折好之後放在衣櫃裡的意思 不用擔心拿掉標籤的email會不見 他們會全部在oldmail這個資料夾裡面 只要搜尋關鍵字就可以找得到 理想狀態是善用零碎時間來做分類 讓inbox時常保值是空的 然後盡量每封email都可以在24小時之內得到處理 這樣其他人也會比較願意跟你公私 我看到這個方法真的是腦洞大開 已經迫不及待要開始執行了 如果你之前有寄email給我 卻還沒收到回覆的 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之後我一定用新方法來盡快回的 最後我要來跟你分享 我上禮拜才開始執行的 已是陳主顧的美洲安息日 我的7月工作效率相當差 其實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因為天氣變得很熱 我心情也漸漸浮躁起來 太陽一大早就變超大了 我乘跑習慣也受到影響了 有時候多睡一點 你網窗外一看 連視網膜都好像快融化了 更別說出門跑步了 平常藉由運動書籍的壓力就持續累積 而運動時常常發現的靈光一閃也少了 所以影片腳本寫起來也卡卡的 再加上6月底確診之後 自己的工作進度迟迟沒趕上 為了趕工 我又頻頻打破了一天工作 4-5個專注小時 以及8點前關機的規定 甚至連週末也在看工作的書 跟影片素材 你猜進度有趕上嗎 當然沒有啊 工作的時間拉長了 產出沒有增加就算了 心情也越來越糟 所以上個禮拜四晚上 我的致富心態下集結到一半 我忽然就感到一股強烈的抗拒 於是我就把電腦關了 走到客廳了 那時候老婆跟女兒都還在吃晚餐 我就跟老婆說 啊我心情好差哦 我不想寫了 然後我就攤在沙發上 一動都不動 就在那時候啊 我想起了猶太人的安息日 那是一個猶太教 紀念神創造世界6天之後休息的第7天 規定人類也要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 跟神一起休息 所以從星期五太陽下山後 到星期六入夜前的這段時間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嚴禁工作哦 甚至連電器的按鈕都不能按 比較虔誠的猶太教徒 還會花錢請人來幫忙按烤箱的按鈕之類的 在耶路撒冷的店家 如果不遵守安息日的規定 還會受到市政府的罰款 公共服務當然也都停止嘛 我自己是從B&Hphoto這個網站知道有安息日的 它是一間從紐約曼哈頓起家的攝影設備商店哦 現在已經是美國最大的相機啊 3C的電商之一了 我之前超常在這個網站敗家的 但是在禮拜六的時候啊 網站都會顯示 因為安息日的關係 目前無法結帳 要等到某個時間之後才會開放購物車 我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來B&H的老闆跟許多員工 都是虔誠的薩特馬哈希德派猶太人 但禁止真人工作我難理解 連網站都不給結帳 這也太奇葩了吧 這不是把白花花的銀子 往Amazon或是Sweetwater那邊推嗎 但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這些嚴格的戒律 才讓猶太人成為全世界最會賺錢的民族呢 於是我就決定來效法一下 我上週五把致富型態下棋拍完之後 就把電腦關了 隔天睡到自然醒 泡了杯咖啡 帶了一本我最近超愛的書 我可能錯了 到社區的搖椅邊曬太陽邊看書 下午就外出吃飯 跟朋友聊天 過了一個很充實的下午 回家之後 我終於把被書淹沒的工作區 好好的整頓一番了 一邊整理一邊隨手翻書 結果我就不小心把萬維剛 講AI的新書拐點給翻完了 晚上跟老婆聊個天 跟女兒玩一下 很早就洗碎了 星期天一早 終於把公路車 從壞掉的訓練台上拆下來 還把兩輪都沒氣的 環遊世界旅行車換了個內台 又把兩年前 從Vigo上面買的 新的Brooks坐墊給換上了 這些都是我記得好久想做的事情 換完之後 整台車患然一新 我迫不及待騎出去買了杯飲料回來 好久沒騎這台車了 真的很開心 我接下來應該會常常騎他出門吧 回來之後看看表 還沒有12點 但是感覺已經做了好多事情 中午吃完飯之後 我才打開電腦 迫不及待的打開Notion 寫電子報 然後計畫即將到來的新的一周 覺得幹勁十足 我現在已經開始期待 本週的完全不開電腦的安息日了 除了練吉他以外 我也想帶女兒去泳池玩水 我真心的認為 這種強制自己耍廢一天的安息日 會跟強制自己八點之後 關閉所有電子產品的規定一樣 對我的生產力 絕對是會有大大幫助的 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會再來跟大家分享執行的心得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喔 不小心又講太多了 沒辦法 誰叫我是生產力狂人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分享 推薦你訂閱我的電子報 張修修的自由之路 我每個禮拜都會分享 我在財務自由 跟身心靈自由 這條路上的探索跟學習 網址是shosho.tw 喔對了 出版社提供了一組博克萊的折扣碼 at 修修 就是小老鼠shosho 從8月27號到9月28號期間 買這本書都可以折20塊喔 最後我要跟你說 你很棒 放輕鬆 別太逼自己了 要把離線的時間安排好 上線時間才會有效率 我們下集節目見囉 掰掰